你好,我是老春 今天呢,我介绍一下这个鱼点村 这个鱼点村呢,它是一个 这个竖着的点,这种形式 我先把这个山的这个结构线呢 大概呢,给它画一下 这个山呢,那个大概其画一下 比较简单啊 咱们主要是为了这个演示这个鱼点村 它这个鱼点村呢,是用竖点 点在这个山石的这个凹处 用这点呢,来这个 描绘这山石的这些纹理 用这个点呢,点的,可以点出很丰富的一些内容 它是点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浓淡 那个,它这个越那个越傲 越往那个山石的凹处呢 越到底这块呢 呃,应该是越重,越浓 这墨 越往上呢,越淡 所以说呢 点的时候呢,要有意识的 它有一个侧重 呃,另外呢 可以,也可以开始呢 呃,用淡墨点 然后再逐渐的 呃,加重这个墨呢 再点,点那么两遍三遍都可以 这点呢 这点呢,其实 在画其他内容的时候 很多地儿都用得到这个点啊 比如说我们画树的时候 经常也要点一点点 但是这个鱼点村呢 跟咱们点树那点呢 形状是不一样 这个点呢,一般来说呢 是长的 呃,这有人说是 应该是长圆的点 有人说是长方的点 其实这个呢 我们也不用太过多的去钻研呢 到底是长方还是长圆 呃,基本上你用的时候 你可以随意 比如你在创作的时候呢 你可以点成长方的 也可以点成长圆的 这都是可以的 呃,创作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是把这山画的丰富 画的画出它的立体感 画出它的这个 这种山的气势来 呃,就可以 至于这个长点方点呢 并不是很重要 对啊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鱼点村呢 只是介绍这种画法 呃,无论怎么画呢 它一定要 就是你要注意这个山的这个 阴面和阳面 这是一个 另外就要画出这个层次 呃,就是磨的这个 由浓到淡 它要有 因为这山呢 它要有这立体感 所以说呢 呃,越是凹进去的地方 越是最深 那个结构线外边 这个 这点呢 它越深 越往上 越往外 扩展的地方呢 它越 就是越淡一些 呃,这是要注意的 因为这个 鱼点村呢 呃,如果染淡漠呢 呃,最好也还是拿这个淡漠去点 就不要去大面积的去那么染 一点 一点代染 所以这个点呢 呃,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 点的那大小呢 呃,尽量呢 要平均一些 不要忽大忽小 忽大忽小呢 显得比较杂乱 这个 这个鱼点可以刻画出很丰富的山 因为这个山 呃,甭管多高 多远 都可以用点的点出来 也可以点出很丰富的这个 这个层次效果 所以这个点呢 还是很实用的 现在就是 呃,就是现在山水画也很多画家呢 用这点来表现 现在我就 这个有意识的加了一点淡漠 淡漠的一边点的一边也就等于染 这个 这个无论怎么点 这个 这个 它局部呢 不要给它点的太死 不要点成一块 点成一块死磨 那就不好了 这边上呢 这个地方呢 可以有意识的流出这个 注意流出这个云的位置了 所以这就已经是在咱们那个村子以外了 呃,那我今天呢 这个鱼点村呢 我就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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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